虽然大象不是食肉动物,但是它体型庞大,有绝对的力量 就算是狮子也不敢招惹它 所以今天探讨的话题就是六种不该招惹大象的动物 狮子 大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 非洲草原上生活着大象和狮子 在溪水附近大象经常会遇到狮子 一般情况下二者很少发生冲突 但是当象群中有小象的时候,狮子总是蠢蠢欲动 对于狮子来说,小象没有抵抗掠食者的经验,是一个很好的猎物 但是体型庞大的大象攻击力也不容小觑 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大象妈妈总是能迸发出无尽的力量,将狮子打倒在地 非洲野犬 在丛林中移动的象群和非洲野犬一般都是井水不犯河水的 非洲野犬也知道大象是不好惹的 所以一般不会去招惹大象 但是当它们非常饥饿的时候,它们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它们会挑选最好捕捉的小象下手 这时候大象就会发出声音警告这些非洲野犬 在受到警告后,非洲野犬会选择离开 毕竟这么庞大的生物不是好惹的 鳄鱼 在大象迁徙的途中,它们会到河边喝水 对于鳄鱼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聪明的鳄鱼也知道大象并不好对付 所以鳄鱼会选择小象下手 当小象被鳄鱼拖入水中之后 大象立刻冲进了水中 用象牙攻击了鳄鱼 吓得鳄鱼连连后退 河马 虽然河马看起来十分憨厚 但是它十分具有攻击性 每年都会有很多人死在河马的大嘴下 当大象妈妈带着小象在河里沐浴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几只河马 当小象游到河马身边的时候 河马攻击了小象 大象非常着急地攻击了河马 然后带着小象离开了 经过这次教训 小象应该不敢靠近河马了 犀牛 大象和犀牛都是食草动物 按理来说没有捕食关系 不过它们却有竞争关系 因此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虽然大象的体型很大 但是犀牛的体型也不小 它们常常为抢夺水源而大打出手 大象看到犀牛来到水边就发动了攻击 赶走了想洗澡的犀牛母子 猎狗 当大象妈妈看到周围的猎狗和狐狸之后 它就会将这个潜在的隐患赶走 看到举直象牙奔向自己的大象 狐狸和猎狗都会选择逃跑 一般来说猎狗都是成群结队的 一旦看到一只 就意味着周围还有其他猎狗 所以大象每次看到猎狗就会将其赶走 这样就可以避免被包围 有时候聪明的猎狗会派一只猎狗 来吸引大象妈妈的注意力 然后剩下的猎狗 趁大象妈妈不注意的时候将小象带走 听说长安点赞会让你好运连连 评论区留下你的观后感吧